这个频道上的许多影片都把焦点放在遥远宇宙中的天体 也就是其他地方的恒星和星系 与恒星和宇宙相关的有趣主题非常多 因为学者们总是不断地发现新事物 各位观众大家好 难道我们的地球、太阳和太阳系的其他天体存在着什么问题吗? 欢迎收看Topgen频道 今天的内容将会介绍我们在银河系中居住的位置是如何形成的 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数十亿年前 我们目前居住的太阳系是宇宙空间的一座孤岛 位置是在银河系盘的边缘 就像星系中的所有恒星一样 太阳也绕着它的中心在旋转着 一次公转的周期大约为两亿五千万年 此外虽然之间没有关联 但其他的天体也在进行类似的运动 因为如此,随着地质时代的推移 星系中临近恒星的样子也慢慢地在改变 各种各样的星星正在接近彼此 又或者是在互相远离 一万年之后 比灵星将不再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 虽然这个小型恒星的名字意思是相邻 然而,当我们在观察周遭环境的时候 有些事情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黑洞 中子星或者其他任何可能造成危险的东西 这对地球生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状况 因为如果发生强烈的伽玛射线爆发 地球很容易就会被毁灭掉 那么如果黑洞或脉冲星进入我们的太阳系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光是想象就很可怕了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银河系中的这个位置 从最初的诞生开始或至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一直都是一个稳定和平的安全地带呢? 其实状况也并非一直都是如此 那么当我们回顾五十亿年前 当时连太阳这个天体都不存在的时候 到底可以看到什么呢? 为了不让整个问题复杂化 我们暂时先把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运动 放在一边 等一下再深入地讨论吧 如果回到五十亿年前 不仅看不到熟悉的太阳和地球 也看不到各位所知道的大多数恒星 目前可以从地球上肉眼观察到的大多数天体 大约都是和太阳同时出现的 或者是玩很多 除了尘爱星和红爱星之外 因为这些天体非常的古老 它们的起源说不定可以追溯到五十亿年之前 然而它们的光芒很微弱 需要使用望远镜才能观察到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亮度极高的白巨星和蓝巨星 它们是新生的炙热的大质量恒星 这些星星就像浮游一样 与太阳等质量较小且稳定的恒星比较起来 消失的速度要快上很多 如果在银河系之中有一个区域 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恒星 就表示那里正在积极地诞生出恒星 太阳诞生的地方也不例外 那个地方被称为分子云 是一个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星际云 在这里明亮又炙热的恒星会诞生 燃烧殆尽 爆炸 并从它们的碎片中形成其他恒星 就像孩子一样 学者将孕育太阳的母亲称为科特利库 等待着科特利库的 是与她的姊妹星同样的命运 也就是孕育出另一颗恒星的超新星 太阳诞生的那天 太阳是在什么时候诞生出来的呢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对于太阳是何时诞生的这个问题 目前科学家还没有达到明确的共识 但无论如何 在科特利库爆炸之后 残留下来的气体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 才创造出具有行星系统的全新恒星 这段时间说不定有数百万年以上 当一小团物质在气体和尘埃云中形成的时候 太阳的生命就正式地开始了 这可能是通过量子掌络呈现出来的 也可能是因为外部影响产生的 例如说附近超新星爆炸而带来的强大冲击波 当团块将周围的物质拉向自身的方向时 力量就会相对地增强 当质量越大的话 引力就会越强烈 从形成的那一刻开始 这个团块就像宇宙中几乎所有东西一样 一直在旋转 团块越大 旋转速度就会越快 并且在自身的重力作用下产生收缩 然后周围的物质云也会旋转 形成一种很像龙卷风的东西 旋转导致各个不同区域的收缩速度不均匀 让云呈现出扁平的可力饼模样 中心有厚厚的块状物 也就是说 这些就是之后产生太阳系的原料 大多数可力饼的物质 是集中在中心部分的团块里面 即使是现在 太阳系总质量的99%以上 都集中在太阳上 而且 团块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大 大量物质集中在小小的体积里面 会导致重力收缩 从而引起加热的现象 随着团块吸收的物质增多 收缩就会更加剧烈 内部会逐渐积极地加热 最终 温度达到摄氏好几百万度 引发了惊人的核融核反应 从这一刻开始 团块就变成了一颗恒星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太阳 虽然这时的它还很年轻 看起来非常朦胧 但依然是太阳 那么一直围绕团块运行 但从未落下的可力禀云部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各位现在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 行星就在那个地方形成了 形成的原理和太阳是相同的 但物质的数量却少了很多 但无论如何 每个行星都是由相似的物质团块产生出来的 它们吸引碰撞并融合周围的东西 学者们将这些称为微行星 微行星本身非常小 大约和小行星差不多 事实上 现在存在的许多小行星 可以说是很久以前产生出来的残余物 然而 从这样的小天体创造出了 更强壮稳固的原行星 就好像用砖块慢慢地建造一栋建筑物一样 到目前为止 人们一直认为 太阳系中的行星是在与它们目前轨道大致相同的位置形成的 并且数量有八颗 就和现在一样 不过 根据新出炉的研究结果可以知道 这个既有的理论是错误的 原行星的数量可能有更多 说不定存在着好几十个 它们的轨道没有秩序 不稳定 看起来的样子 与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有很大的不同 原行星之间相互碰撞 还将彼此推出太阳系之外 就好像在竞争一样 这种可怕的冲突现象 至少持续了一亿年的时间 也因为这样 留下了许多的伤痕 举个例子来说 地球和另一颗原行星之间的碰撞 创造出了月球 此外 由于这次的剧烈变化 水星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地寒 天王星开始以侧向的形式旋转 经过了这些动荡之后 最终太阳系里面只剩下八颗主要行星 不过事情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木星曾经在某个时候离开过轨道 直直地朝着太阳过去 在行进的过程中 还摧毁了小行星带中的一个大型小行星 除此之外 木星很有可能一直在妨碍火星吸收足够多的物质 或者可以说是掠夺 这应该是火星比地球或金星小很多的主要原因了 这个时候 地球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的 木星说不定会把地球摧毁 或者毫不留情地扔到太空里 另外木星本身可能进入了比水星更靠近太阳的轨道 成为了一颗灼热的巨行星 也就是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的热木星 科学家们已经知道 其他恒星的周围还有许多这样类型的行星 然而木星受到另一颗巨行星 也就是土星引力的阻碍 在那之后 距离太阳将近1.5个天文单位的木星 又再次地开始慢慢地远离 在这段期间的某个时刻 说不定更早一点 海王星可能被木星推到了太阳系的边缘 一旦木星冷静下来 并进入和现在一样的轨道 就不再有任何东西 企图扰乱安静的太阳系了 太阳慢慢地越烧越烈 珍贵的生命在地球上诞生 许多天体继续地围绕星系中心运行 创造出太阳的尘埃 气体和恒星的集合体已经被摧毁 分散到各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家乡到底在银河系的哪个地方 以及与太阳一起诞生的姊妹恒星 又是在哪里呢 我们无从得知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 今天的影片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这个话题就等下次再继续讨论吧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内容 一定要记得按赞 并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给你的亲朋好友 各位的支持 就是我们继续经营这个频道的最大动力 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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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